外媒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共打算將恆大集團重組為三個獨立的實體 將這家地產開發商轉變為國有企業 先前恆大稱週四將元期支付本土債勸債息 令恆大股價在港股早盤一度保障32% 全球最大空頭對沖基金尼克斯創辦人查諾斯 20年前曾精準預測安隆倒閉 查諾斯指出陷入財務危機的中國恆大集團 如果倒閉對中國投資者來說 可能比雷曼色情景的重要糟糕 外媒報導恆大集團第二大股東華人置業表示 已出售價值3200萬美元的恆大股份 並計劃出售全部持股 據投資研究機構資料顯示 基金巨頭貝萊德、匯豐銀行及稅銀集團 是恆大集團債券的主要買家